对于爱吃懂吃的都江艳人来说 有一家宝藏饭店常常被人提起 这家店里以土为傲 青石绿瓦小桥流水 从土锅石造到助兴演出 处处充满川西乡土气息 就连店里的招牌菜 都是当地香艳上的重头菜 香丸 香丸来了 开始蒸 开始蒸 我每周都要来 都是逼的香丸 香丸就是我们小手的味道 小手的爸爸眼 包括现在的手眼 西眼 是逼上的一个材质 就有了这份菜 成年的时候 一个延续的完整之处 用土猪不同部位 制作出荤素搭配的蒸菜 为何被称为香丸 看似寡淡的一道菜 如何成为当地人的村宴重头菜 这道菜呢 它是有很多菜拼在一起的 我看 特别多的配料 首先里边我们有五种主要的配料 就是我们的香皮 杏色度 然后还有我们酥肉 老肉 再加上我们一些蔬菜 这五样呢 就是我们香丸里边所代表的 五股风等的意思 哦 吉祥的寓意 哦 这家店的经理何少友说 荤素搭配的香丸 对于过去香肩重体力的劳动者来说 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除了嚼劲十足的猪心 猪舌 还有酥烂入味的酥肉 至于油炸过的响皮 经过高温争执 依然韧尽十足 而最奇妙的还要说老肉 吃进嘴里没有丝毫的油腻 还带有淡淡的烟熏香味 就在这时 小河又掏出两个 再满怀旧风的牛皮纸包 这个呢 我们当地成杂拌 就是我们那个在凡雨茶后 我们也会让客人 打包一份杂拌回去 把这个喜悦分享给我们家人 神秘的杂拌里究竟是什么 一道村宴美味 为何在都江宴的市井 如此盛行 那就得让小河的父亲 何思红答疑解惑 土我觉得它是一种纯土 体现土的真善美 老河最大的愿望 就是通过乡土味道 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都江宴的文化 就拿这个老肉来说 就充满当地人的香愁记忆 因为我们香碗是清作风水的菜 它是打锅子时候用的 打锅子清作风水 当时我们老百姓就要割肉回来 做这个香碗 但是它又不好保存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锅草 把它求一下 求一下之后 它有锅草的燕味之后 温蟲啊 苍蝇啊 它就不会去拔它 老河告诉味道调查员 香碗有三宝 老肉就是重中之重 用礼籍做的老肉 不但保质其长 还兼具鲜嫩口感 和浓郁的熏香 切上几片煮汤 与面食搭配 是都江宴乡村间的日常吃食 不知道其余二宝 香皮和酥肉 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我们俩做这个香碗 就要用这个大的这个猪腿 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取大这个皮 这里用猪腿的皮 才能做我们这个香碗 一边那个香皮 猪腿外层的猪皮 厚薄均匀 制作香皮再合适不过 将它们舒展开之后 就要晾干多余水分 起锅烧油 等油温升至150摄氏度左右时 就到了最为关键的油发 像随着油温起来之后 那么你要这样的拿了 这样撑开 对 你要这样的撑开 这个超前 这个超厚 你如果这个也不像这个油 反而有狗怪 都直接撑上了 对对对 一会儿就把你的皮子发泡了 为了防止香皮打卷 要不断撑腊 这需要力量与技巧巧妙结合 香碗里的香皮 是油脂的重要来源 而香碗的第三包 酥肉 可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酥肉就要用这个五花肉来做 我们称的是门板酥 它形状强烈 我们相辅通的门板 叫称门板酥 门板酥 门板酥肉的大小 接近半张A4纸 这要便于后续改刀 与其他食材切出相同的大小 这个切了之后 要拿刀 把这个粘过 钉过 它打钉了之后 两面的腹 它会从这儿穿过 穿过它就把那面腹 把它刺进 在煮这个香碗的过程 它肉才不能散 在肉片上剁出几个小孔 不但便于腌制入味 还能让调味后的面糊 渗入其中 此时 所有食材准备就绪 何大哥说 香碗装碗 同样大油门的 香碗这个老肉 老肉放在最底下一层 对对对对 老肉放在最底下层 蒸肉的过程中 它这个老肉的香味才有效而上的散发出来 何大哥说 香碗的摆放 要遵循口碗越重的食材越靠下 在蒸的过程中 香气才能上涌 附着在其他食材上 因为各类食材要沿碗边 依次马放嵌入 所以被称为香碗 久而久之 被人们口口相传成了香碗 等最后马上海带与鲜蔬 便可与各类菜肴同征 上锅蒸 沉甸甸的 上锅蒸20分钟 在热力的催化作用下 浓郁的复合香味 慢慢释放 浑然一体 出锅后的香碗 还要扣入大碗中 最后用一勺滚烫的猪骨高汤 增添香味层次 一碗看似简单的香碗 每种食材都蕴含着 智慧与巧思 承载了无数都江艳人 味觉记忆 何大哥终于要揭晓 杂包里的秘密了 炒一口啊 非常酥脆的 它是咸甜咸甜的 对 外酥里嫩 那层油脂到嘴里入口即化 而且一点也不油腻 原来这第一样小吃 就是羊尾巴 将猪肥镖改刀切条 蘸上一层红曲米酒 就要裹上面糊 油炸定型 改刀切片后 还要二次复炸 炸出多余油脂 金黄的表皮 与鲜红的红曲 愈发鲜亮 出锅后 再撒上少许白糖 香酥可口 没有丝毫油腻 不知道杂煲里的另一款小吃 又是什么呢 闻起来是很香的 鲜肉的香味 混合着这个糖的鲜香味 它这个 它里边也是非常炸的 它酥脆的同时 再加上这个外边的黄糖 这个味道我更喜欢 因为它是甜的 我觉得这个小孩人人都会碍 糙糖酥 都江燕又以特色小吃 在猪肥镖的外层 裹上厚厚的黄糖 再撒上大把的芝麻 火候掌控极为关键 温度太高 黄糖一糊 温度太低 则会加快凝固 糙糖酥相互粘连 刚出锅的糙糖酥 外皮香甜 内力多汁 将它们和羊尾巴 分别打成杂包 回家与家人分享 想必这就是都江燕人 分享燕喜甜蜜与喜悦的 最佳方式